小樂高大樂曲 歡迎來到壞雪的樂高倉庫 今天我們來看一盒新品牌所出的這個積木 這個呢就是聖誕特飲 春節的 contains翼翼 除了火把外貓 高倉蕉的墅 旁邊 précéd烈 Tyl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我们这一杯圣诞特饮完成了 做出来的样子差不多就是一个杯子的大小 来,端在手里,你想不想来喝一口呢? 但是在说这一杯圣诞特饮之前 坏学想要先说一下他的这一本说明书 那这一本说明书的印刷品质 我感觉还是挺棒的 纸张用的也比较扎实 而且你把它翻开之后 头几页都是关于圣诞特饮的一个介绍 让人猛一看,有点像乐高的Ideas 以及那些建筑系列 来,到后面这里开始才是一个正式的搭建 那圣诞特饮的介绍虽然不多 但是这种中文的介绍看上去比乐高 Ideas那个更有亲切感 你认为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杯圣诞特饮的一些细节 而这一杯圣诞特饮 其实坏给坏学的第一个感觉 有点像之前小鲁班积木出的那些奇思小屋的感觉 那之前奇思小屋就是把自己所卖的东西 做成了一个类似小屋的概念 比如说像宠物猫商店 直接就是一只糟财猫的小店外形 而小提琴商店呢 直接建筑的外形 就是一把小提琴 那这一个圣诞特饮呢 其实它下面这一个开窗设计 一开始也让我觉得 这该不会也是一个小店吧 做好之后才发觉 它这一个开窗设计呢 其实完全只是用来展示的 你可以看到 它的杯子底部里边有圣诞老人 有圣诞树 前面呢也有礼物盒 而它的背景若隐若现的地方 还有壁炉 圣诞的这一些氛围元素 在这个里边是有体现的 而杯子外边上面呢 挂了一个大大的绿色的花环 一下子又把圣诞的节日氛围 往上烘托了一把 这里呢是杯子的正面 然后你把它转过来 你看到没 它后面呢还有一部分的设计 这一部分的设计 其实我一下子没有太好理解 然后看了半天觉得 应该是上面这杯子这边 有各种的类似于奶盖 泡沫的东西 从这杯子里边溢出来的感觉 你觉得像不像这种奶盖 从里边溢出来了呢 杯子顶端的奶盖部分 你可以看到里边有这个应该算是吸管吧 你看上去又有点像圣诞节的那个拐杖桃 然后呢这边有一道彩虹 彩虹上面停留了一个小精灵 然后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小精灵 看上去就像两个小精灵 在这个奶盖上面进行玩耍的感觉 当然这个盖子这边呢 还用了粉色黄色等等 还有这个天蓝色 这些小的细碎的颜色来进行点缀 进一步衬托出了这一杯圣诞特饮 那种活泼的感觉 那我们拿到的这一杯圣诞特饮呢 它使用的是应该是高专件 那手感自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这里边呢 其实它不仅只有这一杯圣诞特饮 还有一杯迷你特饮 那这一杯这一杯迷你特饮 看上去的个头自然就要小很多 而且细节上面呢 也不如这一杯大大的圣诞特饮 这些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这一杯大的圣诞特饮呢 它其实还有个隐藏功能 上面的盖子 它是一个一拆卸的结构 四个凸点 把这四个凸点拿开 就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个中空的收纳结构 那这个收纳结构里边可以干什么 相信就不需要坏雪多说了 你藏点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类似于像私房钱之类的 自然都是非常得当的 2020年虽然有诸多的事情发生 但是终于2020年要过去了 圣诞节到了 也就意味着元旦要到了 元旦来了 春节还会远吗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杯用吉木做的圣诞特饮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啊对了 可能有朋友问 没有说价格 价格你自己搜索一下 就知道了 性价比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拜拜 拜拜